由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主办的中国东方歌舞团北美巡演发布会 近日在洛杉矶亚凯迪亚市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东方歌舞团将于2016年3月起在北美巡回演出舞蹈作品《国色》 这次中国东方歌舞团与中国国家歌舞团再度来到美国 尤其在4月9号10号来到我们洛杉矶演出 这次主要的节目是叫国色 国色天香的国色 是东方歌舞团特别自作与出 东方歌舞团是中国国家级表演团体 负责统筹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中国展馆的演出活动 也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要表演团体 本次将出演的舞蹈作品《国色》 选取了传统文化里的典型代表 青花瓷器 茶道竹韵 旗袍 昆曲等符号 采用其中的色彩属性 以舞蹈为语言 以情感为主体 将会为观众带来高品质的视觉效果 我相信这个非常适合你带你的朋友 带你的尤其是外国朋友来看 因为全场是没有语言节目的 全部都是舞剧音乐的 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看得懂 中国东方歌舞团将于三月底开始再度展开北美巡演 将先后在温哥华 西雅图 旧金山 洛杉矶 纽约等多地演出 共计十五场 洛杉矶场次将定于四月九日和十日 在尔湾巴克莱剧院和东洛杉矶学院剧场演出 精致的中国风舞蹈作品和中国顶级舞蹈演艺人员 将为美国民众献上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 HM点在亚凯迪亚的采访报道